Hello 今天想和你們分享的就是一些日本好用的藥妝 為什麼我說藥妝不說彩妝呢? 因為我只有一樣化妝品 這些產品都是我每次去日本都一定要回購 或者我有朋友去都一定要叫他們幫我買回來的 某些就是我最近發現好用的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首先就由我一千一樣化妝品講起 就是一支唇膏來的 它就是OPERA最近新出的唇膏 是前陣子PR傳給我的 但我最近每天都在用它 它們的顏色好 這顏色是203號 當然我現在在唇上塗的顏色 不要這樣 我也是抹了它再重新塗一次 給你們看一下 我是不需要塗上唇膏的底下 塗它也OK的 因為它的質地其實是很薄和很水潤 你看到它很容易塗上去 其實它是一個唇膏加唇彩混合的方法 它顯色得來 亦有純彩的那種glossy的感覺 但是它也不黏粒粒的 它是挺漂亮的 挺青春的 我塗完它之後很適合夏天使用 上唇膏就是這樣的顏色 我都可以畫上手給你們看 其實這個顏色是橙橙的 是橙橙色的 非常之白搭的 你看看它有一點亮亮的 其實它就不特別長長的 基本上你一抹它就會脫掉 那我就喜歡當它潤唇膏這樣用 因為根本就不需要用潤唇膏打底 當有色潤唇膏這樣 喜歡的時候就塗一塗它 沒有會脫掉的時候就塗一塗它 它就很OK的 接下來的就是我每次去日本都一定要回購的 就是這個...我不懂讀了 是不是Cannibal Cannibal的洗臉酵素粉 那其實這盒東西都不便宜 我記得每一粒維花都要10元 我忘了 反正我記得是不算很便宜的 它的用法是... 裡面開了一些白色的粉 那你只要過水可以洗勻整個臉 那我現在就浪費一粒 給你看看裡面 倒出來就是白色的粉末 其實一粒是足夠的 我洗兩次臉 所以我每天都是一粒 這樣就比較值得 洗完整個臉過水之後 你會感覺到臉是非常乾淨的 擦它會覺得有點絕 沒有污垢 沒有鼻液 沒有凸出來的感覺 整個臉的感覺是很乾淨的 所以洗完臉後 臉是會有一點乾的 一定要立刻補濕 一定要塗臉霜 否則會有缺水 但因為清洗得很乾淨的關係 我是不介意它有乾的問題 它是可以很乾淨的 清潔毛孔裡面的髒東西 還有可以幫你去角質 去黑頭等等的作用 我用完是真的覺得很合理 它真的清潔能力是非常強的 跟著這件事都是PR之前傳給我的 但它絕對是眼睛卸妝的救星 就是這個卸妝的Lisee洗眼影 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它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買 自從我自己有化妝的習慣之後 每晚卸妝之後都發覺有些 黑色、啡色的物體在眼裡 很硬眼的 應該就是我下妝的時候 下不乾淨的 一些殘留物體 進了在眼裡 但我一直都沒有怎麼理會它 直到我最近真的 每天使用這個洗眼液之後 發覺對眼睛真的乾淨了 和舒服了很多 也不需要再擔心 下妝下不乾淨的 就放心了很多 它裡面也有 維他命B6 安基酸 以及一些保護眼角膜的成分 可以幫你滋潤雙眼 特別是我這些長期大礦的人 其實對眼是會很乾淨的 我發覺用了它洗眼之後 不單是舒服了 還有對眼很乾的問題 也幫我解決了 好像全天對眼都 保持著很潤、很水溫溫的感覺 它的用法其實很簡單 我習慣洗澡的時候 順便用油下妝 洗完澡之後 就會直接用這個洗眼影 首先就倒大約5ml的份量 在洗眼杯裡 其實洗眼杯有一個標示 標示著你要倒多少 然後就把整個杯蓋著眼 比如5、6次眼 每邊的眼睛洗大約10秒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本身很怕眼睛要浸在水裡 會很辛苦 誰知道它是完全不潔眼 而且很舒服 有時候真的會看到 那些洗不乾淨的眼線 眼影、Mascara 這樣洗出來 最後洗乾淨的杯 下次又可以再用它了 整個過程很快很方便 半分鐘就完成了 那自從養成了這個落妝的final step之後 你的眼睛真的乾淨了很多 不會再有些殘留的黑色 啡色點點在眼裡 那因為我現在真的每天 保持著用的關係 我發現對眼是滋潤了很多 好像很明顯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很適合 你每天都要化妝 要落妝的朋友用 那他就不用特地去日本買了 現在好像SASA、WATSENSE 萬寧都可以買到的 接著就說面膜 這塊就是我現在每次去日本 都一定要回購的面膜 就是叫做衛肥本普 其實最初我就是給他的包裝吸引 好像挺漂亮的 挺簡單的 還有藍色一定是保濕的 還有我發現韓國和日本的面膜 都是偏黏的 應該是因為他們的天氣比較乾 他們的面膜都會偏黏 但我不喜歡一些很黏黏的面膜 那這個就完全不黏得來 就很水潤的 那首先說到他的紫 一上到面其實是很貼薄的皮膚 還有他不是那些超級薄的 很快就會抽乾水分的面膜 他都敷到大概四五個字左右 所以不會因為他的質感不夠黏黏 而很快被抽乾水分 那他敷完之後 保濕的效果是完全有的 之餘是不刺激性的一些 那他感覺比較溫和 很適合你經常敷的 而且因為他的價錢 我忘了穿多少錢 但是不貴的一些都 那就可以一個星期敷他三四次 都不肉赤 而且他的功效是真的有的 在日本的藥妝 任何一間都會看到他 但我是第一次發現他 是好像兩年前 早多幾年我是沒有見他的 所以我想他這個也挺新的 那我現在每次回來都會回購 接下來就是一個化妝棉 認住他的樣子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牌子是什麼 沙沙都見過有得買的 我第一次用 是因為我去日本 忘了一帶化妝棉 那我就買了 因為我看到他那些 MACOSME的獎好像很厲害 那我就買來用 那誰知真的很好用 我就數了幾天回香港 之後才發現 原來香港也有得買的 那之後呢 我就在香港買了 他是非常好用的化妝棉 因為呢 我是很討厭那些 很厚的白色棉花 你一抹完上面 會有很多一條條的白色棉花 黏在你的臉上 我就很討厭的 而且那些棉花是會吸很多水分 就會浪費了 那些精華液和化妝油 就很不划算的 用的化妝棉 就是香港呢 你也可以買麗的化妝棉 但是呢 我也是鍾情於這個 雖然兩個呢 都很薄 吸水能力 不會太過多 但是因為麗的那個 是真的 超級薄 但是這個日本牌子的棉花 它是會厚一點 有一點彈性的 現在倒一點彈性在棉花上 你會覺得它的鎖水力呢 是很強的 會覺得它的彈性的精華液 是會鎖住在棉花上 你怎麼擦呢 它還有東西在裡面 不會擦到乾了 麗的那個是會變乾的 這邊就是麗的 這邊就是日本牌子 你會看到麗的這塊 好像已經鎖了一會兒 已經乾乾的感覺 但是這個呢 還是充滿著強勁的水分 不過麗的呢 就一定值得很多 兩個都好像差不多 價錢三十元 二十幾三十元 但麗的就多很多 這個就少一點 但是 Quality wise This one is very very good 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護髮油來的 就是這個叫做Botanist Botanical Hair Oil 它的香味呢 就是蘋果加土味來的 那你有去過日本行藥妝店的人 應該對它不陌生 因為每間的藥妝店 的頭髮系列 都是放它在No.1的 那其實我初頭呢 是不喜歡它 因為我覺得它太過油啊 太過靈納納納 好... 好濕的 擦了頭髮之後 Until我開始漂頭髮 和夾頭髮之後 因為頭髮真的很傷 很無躁 用它是完全幫我吸救到頭髮 那它擠出來呢 真的是油來的 不是水那麼流 就是油的 那我發覺用它的竅門呢 就是你... 我擠半泵左右 千萬不要擠一泵 除非你的頭髮是那麼長 那麼厚 那我這個長度呢 我擠半泵左右 其實就是足夠我整個頭的了 那我就放在頭髮那裡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它馬上會順滑了 和有光感很多 但是呢 你會看到它是會黏了一塊的 就是頭髮好像很不蓬鬆 那如果你趕時間的話 我建議你用風筒吹一吹 如果你不趕時間的話 其實它會等大概三四個字之後呢 那些油份就會吸收到頭髮 它就會變回 它就會變回 蓬鬆一點點 就不要像現在這樣 很激烈的 好像很少頭髮 這樣黏在一起了 但是設計 不要塗頭頂 如果不然你的頭髮就會變回 而且亮亮 好像你的頭髮很髒很油 真的要塗髮味好 而且它的香氣是極之香的 是那種水果味 一點都不濃的 是一些頭髮應該有的清新氣味 我是很喜歡的 那這些都是我很喜歡的 一些日本的藥妝品 如果你們有些覺得很好用的藥妝品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家姐和媽媽就是去日本旅行 那我也可以叫他們買給我用 那是呀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留言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